是來看看習近平在 外交策略上面的彈性 剛剛講到馬前總統 在中國大陸當然給足了面子 開心講隨便講中華民國 給他很多的利益 但對法國的元首出訪 到了中國 這個關係可就更不一般了 那北約上面有一些動作 比方說芬蘭要加入北約 但紐約時報報導 美軍北約援烏計畫 疑似外洩了 怎麼回事 就外洩要怎麼援助烏克蘭 包括軍事規劃等等的計畫 在媒體上居然開始流傳 那烏克蘭的官員說 這些文件裡面 還有大量的假消息 目的是散播對烏克蘭的 攻勢的質疑嗎 但金融時報也說 美國抗拒提供烏克蘭 加入北約途徑 這個方向可以怎麼思考 是這個訊息是真實的 那麼有一些怎麼樣的 北約幫助烏克蘭 還是真的只是為了 要讓烏克蘭的行動 出了點問題 變成是一個散播假消息 這個耐人詢味 但是金融時報上面講的 美國拒絕讓烏克蘭加入 北約有個途徑這件事情 當然也是避免讓 這個北約或者是美國 真的要參戰 所以當北約外長明顯表示 希望有人在七月的峰會 幫烏克蘭提出正式的路徑 讓他真的加入北約 之前會打不就是為了這個嗎 那麼現在美國卻擔心 跟對於蔡總統的態度 是一樣的 正在降溫怕俄國跟北約 對戰的政治宣傳 會拉高衝突 所以不讓這件事情成形 所以北約跟歐盟有個共同聲明 第一次提到會共同因應 中國的獨斷行為 除了強調持續支持烏克蘭 譴責俄羅斯之外 也把中國給拉進來了 但是佛特萊恩不是也剛剛去訪問了 中國大陸嗎 他也沒有痛斥拜登要阻止烏克蘭 加入北約 那在中國大陸 他照樣也在這個行程裡頭 現在有一些傳聞是說 他即將會攪拒下一屆的 北約秘書長的職務 那麼馬克宏到廣州行 除了北京之外 兩位元首很罕見說 又見了第二天的面 那麼兩個人是在很輕鬆的場合 看到畫面上 是在松原裡面散步 兩個人看起來非常和睦 春光無限好 兩個人風光明媚的情況之下 閒聊 然後逛花園 那麼這個松原的風景 讓他們雙方好像滿有話聊的 很悠閒的樣子 但同時之外 他們還有甚至一起聽曲子 叫做高山流水的樂曲 聽聽雙方當時的彈花 對其他人的歌 您好看 您可以再說這首歌 叫什麼呢 流水 流水 就是高山流水 千年古琴造的是千年絕唱 高山流水 盼之音 它是古代的一個很優美的故事 是大陸艷與中子柒的故事 体现是知音 只有知音才能听得懂 他这个曲子 他讲的知音是马克宏 是法国 但的确真的给他很多礼遇了 包括在上海 珠江亮起了法国的颜色 那马克宏还中文发了Twitter 说我们跟中国在一起 大有可为 法中友谊 万岁 的确是很互相的互动 很友好 但为什么马克宏这次重点 还特别选择去广州 大家就会观察了 2009年广东台山的EPR三代 接电的各种项目里头 就跟法国有很多的 电力集团的合作 甚至成为第一个 法国外国的投资商 所以在这个电力上的合作之外 也还有一些细节被大家观察 比方说这次虽然没有带 法国的车企的老板一起同行 可是却安排了 跟中国新能源汽车 电动车相关产业的高管 就是所谓的高阶主管见了面 包括了文灿集团 包括了沁乌新能源材料公司 为什么呢 这个法国的国际商会 副主席说中国车器 让我们知道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就是在做一些资讯 跟科技发展的新交流 那么甚至媒体报导说 马克宏此行是来中国取经吗 那么有些新的科技发展 在中国在法国 都有互相可以学习的地方 所以当这一次为什么这个图被批图说 这个拜登哭哭 其实当然是跟订单有关系 美国现在经济国内当然不是很好 引起了国内的很多的讨论 但是对于现状来讲 不好意思 现状来讲 法国此行的确拿下了一个新的订单 除了本来160架的这个大巴之外 空中巴士的订单 现在又拿到了50架直升机 这个订单是一笔一笔的拿下来 那相对于美国境内的这个波音 当然就是觉得心可以看 那么甚至大陆造船史上最大的订单 谁来买呢 法国 法国也下订单 下了16艘超过924亿的订单 来买中国的船只 所以这个金额高达了 两百一十多亿人民币 因为为什么讲人民币 有趣的是这笔交易 将会由人民币来支付 是目前的传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又是去美元化 那中法36加7 前18项的合作协议 看起来成果斐然 那么涵盖了包括了制造业新能源 五年来中法的贸易总额 从600亿美元增加到800亿 这一趟马克宏的中国型 显然又要让双方的关系 更密切了吗 将军 当然这个东西 我要跟各位观众讲 任何大国玩的游戏 都是政经分离的 或者军事跟这个经济是分离的 你看法国不是送凯撒炮给乌克兰吗 但是中国大陆的生意 怎么能忘呢 尤其是法国从戴戈勒 一直到现在 所有政治人物都希望能够 自己组长欧盟的事情 不要美国来的下指导棋 但是因为在北约的权制之下 法国不得不配合 骨子里面 他跟习近平唱了一台戏 这两个耳光打过去 空巴 刚好就把波音的订单给封死了 美国一直在推销他的波音 波音现在 波音是这样 军火上是赚钱 民航上在亏得老本 因为他的波音飞机一架都卖不出去 现在马克宏跑到中国这一趟 名誉上也真到了 我能会见习近平平起平坐 而且还做了很 第二个生意做了那么多 160架的空巴 再加30架直升机 还有核能电厂将来也要跟中国大陆合作 所以在经济上 马克宏捧的是满钵满盆 这个是给德国看的就是流口水 流口水 德国是有苦说不出 你看汽车 中国的电动汽车 电池发展得很好 法国也要搞电动汽车 所以这个经济上 可以谈的项目那么多 利益是这么巨大 这么多年来 法国对中国的交易都是入钞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平衡中法的一个经济 所以马克宏是一箭三雕 第一个我促进俄乌的会谈 我来跟习近平游说 制造我国际的声量 第二个替法国的经济注入大量的火水 第三个提高马克宏在国内的声望 因为黄山君要准备要动了 所以这个东西一石三鳥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国当然乐意配合 我要打破欧洲 敲开欧洲跟美国挂钩的行动 第一个就是法国这边打开一个缺口 因为毕竟做生意是美国国家都要 所以你这个时候 意大利不形成一个大国 那法国跟德国 那至少先把法国给敲开了 下面就看你德国怎么表演 所以美国现在是用北约掌握了军事上 支持乌克兰 所以美国的心也很坏 一天到晚习近平你不能够军援输俄罗斯 对不对 但是美国也不希望这个仗能够停下去 现在就等到四月份 四月底五月 泥江旗过了 烂泥过了 双方都要准备打一仗 所以中国大陆也不会急着这个时候去劝和 你们两个都先有未干 后面都有后续的准备 你那边动员三十万 那边美国动员了几百部坦克车 先进的坦克车跟飞机 那轮车司机所有放黄化了 你要退出所有占领的土地才有和谈 俄罗斯也讲 俄乌战争不是政治能够解决 所以我的预期 夏天还有一仗要打 打完了筋疲力竞才有弹劾的希望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国博弈 都是死人家的孩子 赚自己的利益 真的是情何以堪 委员你看这一次是算中法关系的大跃进 刚才这两位一起听琴 一起逛远子 一起谈知音 当然它虚的 也有识的 我先说明一下纽约时报说 美军跟北约的原物计划外泄 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总共有五张图表 有五张图表 被人家用手机 拍了以后带出去的 这五张图表的内容 它当然主要是用英文写的 所以是北约的通用的语言 它里面的图表显然是一种 专案计划管理以后所制造出来的图表 他是比如说 这个总共要有九个旅的装备 所谓编装表 编装 编字表 编装表 编装表 然后这个要求说 德国你要提供什么 法国你提供什么 谁提供什么 具细名都写在上面 然后有提到了说 这个战场的形式图 大概是怎么样的工坊 然后评估这个俄乌三方的 这个战力的一个准备的工作如何 如果说这个是俄罗斯伪造的 那也未必太厉害了一定 所以说 未必太厉害 现在大概一些军事研究社群里面 大概认为这个是真的 认真的 为什么乌克兰会很着急说 这个是在散布对乌方公事的质疑 因为编装表里面 已经到位的设备 都还不到55% 怕没办法执行 对 不 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质疑 乌克兰没有办法顺利在4月份 发动公事 春季公事 因为该到都没到 然后如果还没到就要拖到5月 这个应该不是质疑 直轮司机不是公开讲吗 你们再不给我武器我无法打 已经公开讲了 所以乌克兰缺乏武器这个事情 或者编装的比例 没有到达婴儿的标准 这应该不是秘密 但是问题是北约怎么会让人 让某人把它拍了以后 传出去 这个才是问题 你看北约的情报做得有多烂 而且人家检视过那个规格 那个图表的习惯的规格 就是北约的规格 如果说俄罗斯都知道 你北约的规格 我不曉得该做什么感想 是北约里面有俄罗斯间谍不成 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事 这一次中国的确给马克宏 超高规格的一个待遇 为什么 就送给欧洲看 送给美国看的 亮板 而且同时要抬高 马克宏在他法国国内的身外 马克宏现在满头烧 国内内政问题乱成一团 经济又不太好 当然声望会下跌 声望下跌 可是还没危及到他的政治地位 这个时候 中国就投资在他身上 因为法国人很爱面子 如果他的领袖在国外 受到很好的待遇 他觉得很有面子 他支持度就会回温 所以蔡英文动不动就往美国跑 或找美国的这些什么参众议员 正要来台湾访问 就是要称这种形象 可是在时的方面 我们很确定了一点 上一次萧之来的时候 是拿到了140架空巴的订单 这是马克宏 是160架 所以身价更高一点 而且还加了很多的什么 直升机等等 所以生意越做越大 再来法国给中国的船舶订单 互惠 也买 当然是很好 不过法国实在 也找不到人可以做 这两行的这种货轮 也有很特殊的地方 一行是做什么 全部用烧甲碗的 不烧一些油的 第二个是烧液化天然气的 所以是讲究环保的一个 新时代的货柜轮 以目前各地方的船屋的开工率 来看的话 大概这个订单 只有中国能够做 而且又很便宜 我所了解 中国几乎打八折帮他做 所以他也省很多钱来做 然后人民币支付 对 打八折人民币支付 所以人民币 现在利息又比美金便宜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该给你都可以给你了 所以法国的总统 一定会很开心 至于其他的企业 包括核电项目 然后包括那些奢侈品 尤其是你知道 法国最希望推广它的奢侈品 它最近法国的葡萄酒 在欧洲销量是很差的 在美国销量也很差 然后因为法国的高级 我不曉得 那女士们比较会了解 法国的那些什么高级品 是什么 精品 对 销量也都不太好 如果能够打开中国的大门 中国一直都非常好 对 问题是 中国就是前段时间 解封之前很惨 对不对 女士们都积累很多现金 买不到好东西 所以现在可能 这边一打通的话 可能中国会给他一个 关税优惠 这样一来的话 大门一开 而且那些要上街头 抗议马克宏的 赶快回家加班去加工 对马克宏才有帮助的 是 教授怎么看 这是欧洲跟中国关系的 新的境界吗 对于美国跟这些欧洲盟邦的关系 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对 我觉得这个还蛮关键 这次马克宏去中国大陆访问 我觉得是一个理直跟面子兼顾的一个 重要的国式访问 跟习近平当中 两个人是各取所需 因为很明显可以看到 他这次商业访问团是60个人 浩浩荡荡 还比去年年底的时候 德国总理萧茲 访问中国大陆这个团还来得大 刚刚讲到很多实质商业利益 不要小看这个空八 因为空八目前法国 所操作的空八的这个客户计 大概将近两千架 那有人统计 未来二十年 中国大陆的市场需求 这种客户计是八千架以上 占了全世界的五分之一 所以这个市场是兵家避震之地 那看起来 其实美国跟法国的竞争里面 在这几年因为美中关系的影响 他跃升了一筹 蛮惨的 这是一个法国 我们能买的也有限 对 也有限 所以马克宏去的第一个目的就是 我觉得赤裸裸是一个实质的考量 那第二点我觉得 就像刚才前面两位所说的就是 他是在一个彰显自己的独立自主的 这个外交 也是希望能够增加自己在欧洲里面 领导地位 是 因为过去德法是有余量情结的 两国家是欧洲第一大 第二大的这个经济的强国 那同时也是欧洲统合的火车头 或是创引擎 但是基本上在梅克尔执政时间 其实这个风采被德国所占尽 那现在萧茲的地位是比较弱的 因为他联合政府里面不同调 绿党的这个道德的主张很高 所以这方面会压制住了 萧茲扮演这样的角色 但是这提供马克宏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第三点我觉得是刚才所提到 这个美国跟法国的关系可以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彰显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伙伴 但是可以看到 其实美霸并不是所有的议题 都是一致 站在同一条船上 完全不是 比如说对俄乌战争 这一次马克宏讲得还蛮漂亮的 他说他基本上是 不能够完全同意习近平所提的 十二点立场方案 但他肯定中国大陆 在俄乌战争里面 触谈谋合的角色 这是一点明显跟美国不同 因为美国基本上是比较畅衰 北京的一个方案 第二点对于这个 所谓的美中关系的考量也很清楚 因为法国很明显 是大概不是像拜登这 不要追求的脱钩断链 很明显他说不行 而且他可能也反对 欧盟比较主流的一种三分法 又是伙伴 又是对手 又是竞争者 基本上这一次我觉得 马克宏的这是中国大陆之行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对于中国大陆拉拢欧洲而言 东西 我很高兰 这么大 很難养 所以 看到一个 当然 相对 看 现在 你 我